現在是民國99年7月24號 我們診所從上禮拜或上上禮拜開始 出診的藥有一些變動 原則上我們是給四種藥 第一種叫SP或NSP 一個白色的14顆或者是 橘胸色的14顆 早上兩顆 一共14顆就是2714一個禮拜分 這個藥是一個降低男性們的藥 副作用是想尿尿 所以不要太晚吃 早上起來吃就可以了 早上你至於定義 你睡到12點就是你的早上 原則上就是尿尿的問題 不要再睡前吃 怕影響當晚的睡眠前尿尿太多 第二種藥是H 這是一個舊型的抗阻沾 這個藥的副作用就是想睡覺 所以能吃的話盡量吃到一天早晚睡前 把重那一顆拿到睡前 然後利用它的副作用號睡一覺吧 可以忍耐的話就這樣吃 如果忍不住就吃晚上一顆 這個藥本身它有很多的好處 可以預防過敏產生的色素異常 或是過敏產生的粉絲痘痘 還有過敏產生的一種老化現象 所以H其實是我本人最喜歡的藥 可能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過敏的病人吧 第三個是一個膠囊 我們抽個紅橘膠囊改成了一個黃橘膠囊 紅黃膠囊 紅黃的膠囊 這藥是一樣的 然後第一代第二代的問題 那這個藥是暫時性的藥 就好一點就拿掉了 它就是治療現在已經存在的痘痘跟粉刺 那沒有藥了 那第四個藥就是黃色藥是送給你的 是救急用的 那條件面要看你的情況 有的病人第一次的門診就會給 有的第二次才給 有的一個月才給 那男生是不會給的 太小的女生發育期是不會給的 那我們所謂的發育期不發育期 其實看月經 有的人說三年有的人說五年 其實有個公式 大家想一想蠻有趣的 就是爸爸的身高加媽媽的身高減12 除以2就是女生的身高的預估身高 爸爸加媽媽 好這樣我爸爸180 我假設了 我媽媽160 加起來減12除以2 好就180加160 給多少啊 340 對不對 340除以2是170 340減12就是 328除以2就是 164 我這樣算不知道有沒有算錯 原則上 這是爸爸加媽媽 減12除以2 就是你女兒的身高 爸爸加媽媽 加12除以2 就是男生的身高 原則上低於這種身高的人不適合吃調覺麵 所以太老的太胖的太胖的了 還有太小的不能吃了 那調覺麵是個大學員 有機會在診所的時候講 我很快的把這些促整的藥盤講一次 你聽得懂嗎 聽不懂 再留mail給我吧 謝謝你的留意 拜拜